大家應該都知道 很多世界上有很多種博物館 不管是介紹各種東西 像我喜歡汽車 我就知道蠻多的汽車博物館 都在德國 因為德國車總部就在那邊 那我就在想 那有沒有那種公車 客運計程車的博物館 我還真的找到了一個 在宜蘭 那間算是新的 私人的 那我就開車過去看看 可是看起來 現在台北的天氣不是很好 希望到宜蘭不會下大雨 好,那就出發吧 準備來接國道5號往宜蘭 前面這台走上看起來是開著遠光燈 在這邊賦予各位 拜託沒事不要開遠光燈 會閃下你所有前面的車 雨好像又比好過來了 繼續下 準備進學歲,現在雨超大 這雨根本就用到的吧 不知道回來如果要走北移會不會有點危險 還是乖乖塞雪碎呢 這種大雨就建議可以開前後霧燈 然後煞車距離拉長一點 因為現在路面幾乎都是處於積水的狀態 還有打雷 好,這時候進雪碎了 好,進來就OK了 好,現在要出雪碎了 正式來到伊蘭 看來這邊天氣不錯 好,現在要轉了 旁邊的烈略 好,下車 好,上車 好,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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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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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